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任何誰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搶錢的行情 這個時間是越來越快速 到農曆年之前 幾乎可以說每一天都是你的好機會 大家就好好的把握 過去幾天大家因為不習慣1萬8 現在市場上市場的主力資金 都已經習慣1萬8了 確認站上來以後就會開始加速 那如同為 我之前所說的 第一階段先漲全資的股票 再來就會漲中小型的股票 慢慢往外圍去擴散 那麼往外圍擴散 我們就從這個機會點去找尋你的股票 那麼做股票其實 如果你現在手上是300萬到500萬的資金 想辦法在2020年 讓自己晉升千萬的等級 對不對 1000萬 2000萬 3000萬 那都是股市當中的第一桶金 如果你現在手上已經有3000萬在操作 你一定要利用2022年絕佳的機會 晉升上億元的大戶 那麼有沒有這種機會 絕對有 而且我認為機會非常的多 就從現在建立正確的觀念 一檔股票你說要重壓 買個1000萬 2000萬 當然這種股票有 但是你要它起漲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要去養一檔經濟 比方說像今天大家看到 勵志已經上來挑戰900多了對不對 不知道會不會在掛牌之前挑戰四位數了 但是你從200多開始養 現在這個地方就已經開始三倍四倍 接下來有可能五倍 你的1000萬資金可能到6000萬 第二種邏輯叫做 行情已經在行進間 像現在已經在行進間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去養它 因為有一種投資人他其實頭腦是很清楚 我只有300萬我怎麼養 應該是等到我賺到3000萬 拿1000萬去養 沒有錯 所以300萬的資金 你要趕快讓自己賺到 五 六百萬 六百萬 七百萬 上千萬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的333搶錢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大盤全力進場 那麼全力進場 我們今天要來講幾個機會點 第一個 現在還來不來得及 第二個 買什麼股票 第三個 怎麼做這個節奏 日出跟日落是我們相對論實戰當中 最基礎的ABC 我不會說它最重要 但是我會告訴你 如果連這個都不會 其他什麼都不用講 就像你Bowho Mode都不會 你要怎麼學講話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盤勢在目前的格局 就市場的氣氛來講 是屬於大家已經習慣佔上1萬8 因為你剛開始去測1萬8 大家會不相信你會過嗎 如今你佔上兩天 三天 大家確定你佔上1萬8以後 聯發科也佔穩1000塊 台資金也跟你稍微往上做一個上揚 金融股外資又在這邊表態 道瓊又準備創立資金高 市場上的主力資金 相信你會穿上1萬8 就會開始來扶持一些小股票 所以現在市場上的一個慣性 第一個 大家開始習慣1萬8 開始習慣 主力資金開始要進場 主力資金不見得在這邊進場 但是它反而會在這邊進場 因為它要確認你站上 這是最後一個扭轉點 這裡碰到1萬8的時候 這一根下來就下來了 對不對 這裡如果來一根日落就下來了 什麼叫日落 這裡就日落 這一根就日落 所以這一根上野線 如果出現一個日落就下來 過高不衝空頭抵抗 扭轉向上日落失敗 大盤就從這一天開始 主力資金進場 那麼剛好你也站上80 所以站上80 是屬於最強的格局 像這個地方站上80 維持了幾天 大概相互將近10天 今年這一段很好賺 在80以上最好賺 這裡也一樣進入80 從現在開始到下禮拜 到農曆過年前的這四個禮拜 每天都在搶錢 那麼主力資金進場 散戶進場了沒 還沒有 為什麼量沒有出來 因為大家還在懷疑 當大家還在懷疑的時候 這行情的延續性 就會變得很好 變成大好機會 一個禮拜 目標先抓搶到一檔股票 三根長紅 那麼一個月有四個禮拜 三檔股票拼三成 好比一檔股票噴一倍 好 我們來看看行情 當然第一個 我們看到有股泰金 這個金融股 外資在電指數 所以這個指數沒有問題 第二個 很多新貴的股票又一直創新高 代表說未來來講的話 除了大力光 除了聯發科 佔上千元以後 會有越來越多的10千金 20千金 2022年會有很多檔股票 新進 跨進 千元 那麼再來就是台電 講一下台電這檔股票的概念 好 台電的股票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說學習我們相對論的這個 金錢道的實戰 首先第一個 天地人的觀念要有 很多人看盤只看當天 他認為8%算強 算漲多 算最高 大錯特錯 多頭格局當中 很多漲勢第一根漲停 就是從8%開始 除非你追漲了三根以後的8% 那當然另當別論 那個不能追 第二種情形 就是我們講多頭格局當中 我們講市場上 很多人都沒有這個概念 我今天就先來跟各位講 我們剛剛講天地人的重要 很多人都會說 日限級別當中 翻黑就是代表轉弱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概念 就是因為很多人 常常看盤中的電視節目 或者是看晚上的電視節目 只要股票一翻黑 他就認為是轉弱了 這個觀念大錯特錯 錯得離譜 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十幾二十年來 我們說老前輩 尤其市場上超過十年 資深的老前輩 很多他腦袋當中 是有一些舊時代的框架 這些框架 框著他的那個腦袋 讓他自己沒有辦法活動自如 所以老一輩的會認為說 高基期不能買 漲多的會震盪 我們要買低基期 這是老一輩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不是這樣 我講一個概念來說 並不是所有的老投資人 他都有這種框架 很多老一輩的投資人 他在今年進化了 他的新觀念已經進來了 因為今天很多 投資市場上的新人 就是說 你看現在在股市當中 超過二十年的 他大半的人生歲月 都在八千一萬二 八千一萬二 八千一萬二 來來回回度過這二十幾年 你從這個08 09 10 11 一直到15 16 人生當中最黃金的這幾十年 大部分都在六千八千 六千八千 一萬二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一在這邊交戰 所以市場上現在有很多老一輩的 就是說在市場上資深的 超過二十年的 他有一些腦袋的框架是拿不掉的 比方說他認為傳產不會漲 比方說他要買瓶蓋股 對不對 要追紅海 對不對 這種老一輩的這種舊有的觀念 但實際上在今年真正賺到大錢 通通都不是這些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有的股票他轉強 過高你再追 又再過高 年輕人根本不怕 所以今年最近這兩年真正賺到大錢 很多都是新時代的觀念 為什麼 我告訴你決定性的關鍵在哪裡 以前是八千一萬八千一萬八千一萬八千 跟你玩二十年 現在是什麼 一萬二 一萬六 一萬八 兩萬 兩萬四 兩萬六 兩萬七 兩萬八 三萬 三萬六 三萬七 四萬 五萬 六萬 七萬 八萬 台股以後走的是美股模式 是一路到窮窮當時的三千 五千 八千 一萬 兩萬 台股以後走的最多的模式 兩萬四 兩萬八 兩萬九 三萬 三萬二 他一路上去的 所以我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如果你是今年或是去年才入股市的話 你來得真的很巧 台灣現在走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你的舊友觀念一定要拔掉 你一定要拔掉 買強勢的 不要再去搞那種什麼 一根黑的轉弱 因為電視台為了要抓收視率 很想跟各位講說 元宇宙不是說很好嗎 今天怎麼轉弱了 怎麼不長了 講這種廢話的主持人 時常會把他的觀眾帶得很笨 我從這幾個觀念再出發 日線級別當中出現翻黑 但是你的周線級別是第一根日出 絕佳買點 這觀念要出來 什麼樣的股票 有機會走出三根大腸紅的月K棒 月K棒走三根大腸紅 第一根日出就是絕佳進場點 因為這股票波段走三個月 你會賺翻 每一個拉回都是買點 好 那我就繼續講 所以我們來 從這個觀念來跟各位講台積電 台積電這家公司 我們讓大家看月K線 學我們這一套 一定要會看天地人 月K線如天 周K線如地 日K線如人 可以看到他從99年開始 到民國100年 101年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到110年 大家發現一個軌跡了沒有 非常簡單 每一年都創一個新高 然後拉回 再創一個新高 拉回 每一年 從民國100年開始 每一年一個新高 一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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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有數學觀念 最聰明的玩法是什麼 很簡單 創新高以後不要追 等他殺 殺盤以後 月K棒日出買回來 就這樣 台積電100分 不用動大腦 你不要告訴我什麼先進製程 跟我講Intel跟三星 我告訴你講半天 做不過我們日落跟日出 對不對 你不信的話 我告訴你現在幾點 你晚上花一個小時 你自己打開電腦看 我不講了 我覺得講台積電浪費聲明 這種根本不用動大腦的東西 不知道講幹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積電 所以邏輯很簡單 殺的時候要敢買 對不對 所以上一次的高點 679 2022年 什麼時候去供這個679 就是關鍵 他在供的這一段 你帶一個日限 月級別的日出 那你接下來當然就是 有一個台積電的供應 可以來做預期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幾個概念 第一個翻軒 好 那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月級別的日出 所以你在日限級別當中 這個黑棒就變成是買點 我們的邏輯大概當然很簡單 化整為0 如果你某一天 比方說你禮拜二或禮拜三 出現黑棒對不對 禮拜五只要拉起來 周K線都是紅棒 那你下個禮拜就還有高點 從這個角度再出發 我們講 月K線如天 周K線如地 日K線如人 所以我們昨天說 這個禮拜的機會在哪裡 指數創新高 如果你的股票還沒有創新高 對不對 你要改變做法 不是換股而已 是改變做法 我們的做法 大盤站上1萬8 要提前佈局什麼 創新高的股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跟各位講的是什麼 中砂 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再來仔細看一次 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這一輪上工的時候 有過前面的高點沒有 它有沒有過11月的高點 沒有 所以昨天我來跟各位講 中砂的這一根表態 它比台積電晚嗎 因為市場上的解讀很簡單 對不對 包括節目很多的主持人 都會這樣跟你講 台積電上工 率領台積電供應鏈 半導體供應鏈 包括設備廠跟半導體的上游材料 會大漲 可是我認為這個邏輯 根本就是錯的 你應該反過來講 正因為市場上有很多人知道 台積電尾盤會供 這些人是誰 誰會知道台積電要供 那最先的一定是設備商最先知道 材料商最先知道 所以當他們在創新高的同時 它三次都是高點 你看台積電有沒有過 台積電是前高沒有過 前高沒有過 但它有轉強 可是中砂是領先的 它是N字的創新高格局 創新高格局 拉回 創新高格局 拉回再轉強 這是不是絕佳買點 果然今天是掌停板 看到沒有 是不是比台積電強多了 因為你就是領先 先創新高的是誰 不是台積電 絕對不是 是中砂 那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就講 送分題很簡單 升陽半導體 對不對 隨便都上來 這兩檔股票有跟上了 當然就 恭喜了 我認為今天 其實設備股 我們也不用講太多了 今天 幾乎全線都漲停 對不對 那我接下來就是要講 大家耳熟能詳 不外乎 就是幾檔 對不對 比如說帆軒 升陽半導體 星雲 對不對 有沒有 今天供上去 所以接下來的重點就在於 下一檔股票在哪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加登的話 中繼整理 今天有稍微放量做出來了 也是台電供應鏈 但台電供應鏈很多 我覺得接下來的機會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續匯的硬材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 上供第一段的時候 這邊拉了一根兩根三根四根漲停 對不對 同樣是台電供應鏈 好 那你看 今天大家在講 樊軒 大家在講星雲 對不對 大家在講這些台電供應鏈的時候 它慢慢的擴散到一些比較小的 更飆的 會跳空的 會帶出來更低價的股票 續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之前在漲第一段的時候 曾經跟各位說過 等它第二段日出 果然日出之後再拉兩根漲停 接下來重點就在這邊 隱藏版的台積電供應鏈 第一個週級別日出 準備後發限制 好不好 因為台積電供應鏈其實滿多的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直接供應設備的這些當然很好找 盤中間幾乎都漲停 你大概都知道 這就好像說當時特用化學 你實際上不是直接出給特斯拉 你是出給寧德時代 但寧德時代需要台灣的特化 可是這顆電池 最終是裝在特斯拉的車上 對不對 台電一樣 直接供應的很好找 轉一個彎的 大家現在還沒有發現 但是我覺得已經開始動了 續匯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過它不會漲停 這老朋友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講 對吧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下一檔 隱藏版 好 這個我們要放在明天 明天我們小長假之前 務必把握 如果說這一次沒有把握到 包括像中砂 三洋半導體 有把握得到就先恭喜各位 第二個就是說 你眼中的弱勢股 卻可能是未來的 本月的超強股 對不對 這個條件就是 從我們剛才講的 股票在震盪的過程當中 反而會出現買點 就像大前天的 比方說前天的這個佳能 對不對 或者說像昨天的這個陽智 你看到這根長黑 有人告訴你說 哇 這個已經轉弱了 結果呢 轉弱了那一天下去買 今天都是大漲 不是這樣嗎 包括像帆軒對不對 轉弱那天去大漲 買結果都是大漲 原因就在於說 你的波段的走勢已經出來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比方說你台電為首 他每年創一次新高 每年創一次新高 創完就拉回 那最佳的買點 是不是在過高的時候去追 當然不是 拉回的時候等月K棒的日出 那月級別日出 告訴各位 他什麼時候還來做一個發動 明天要佈局的股票 我們第二階段再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先進入廣告 NanoiX經史症抑制新冠病毒99.99% 現在再想多成好康 立刻買省8000 退稅再省2000 響應政府五倍券再加碼 月月抽5000 空前優惠絕對首選 Panasonic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集大盤 摩爾堅持技術面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封城伏伏 取得基本面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洗濟膏 細菌不斷滋生 你能從早防到晚嗎 交給Aerio Aerio抗氧化抗菌洗衣精 持續99.9%抗菌 還能洗經病毒 洗後乾淨聞得到 全天後持續抗菌 每一刻都安心 很痠 很痠 這個心臟我用六十多年了 我們的心臟一定要照顧 要怎麼照顧呢 一個是綠原酸 另外一個是Q10 這兩個都是從天然物所萃取出來的 比心臟的Q10含量最高 隨著年齡增加 Q10含量也會降低得很快 我們的Q10 用的是還原型的 嗯 那麼它的吸收效率 比現在市面上所有 氧化型的效率要高2.5倍 愛顧心滿滿的Q10 聽說有優惠 趕快打電話 0809-082929 治理2022 倒數三天 周氏與軍將太極窗邀您一起迎接2022 謝謝你 讓我的甜蜜有個家 謝謝你 讓我們有家走互愛 謝謝你 讓幸福安居不孤單 公益出租人計劃 已經成就超過7萬個家庭的幸福 內政部邀請您 一起出租幸福 不只做公益還可以結稅 公益出租人 用好房做好事 You make me better 貴格梨麥加燕麥 給你超級營養力 口感升級更濃郁 貴格梨麥加燕麥 給你超級營養力 口感升級更濃郁 我請你 開始的對姊姊的承諾 我這輩子都是女人 每天從小一致的露印 只有姊姊可以治愈 另外身高有萌差 你不行 依然可以報甜蜜 苦洲生意 維他命EC口含定 以家人之名 掌握市場先機 中式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至週五 下午兩點半 金錢笑了蔡正華 主持看中式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所以我們看到當你眼中的 當天的弱勢股 卻很有機會變成本月的超強股 這就是一個最標準的 所謂的進場點的問題 因為當市場上的主流股 它不神秘也不透明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說贏買賣點 當然買賣點出來以後 如果你有股票更標 基本上你就是會跳空 這就是我們講333的概念 我們來看幾個概念 首先就往下加能 對不對 最好的例子 絕佳進場點 上禮拜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到轟上來了以後 連續拉了差不多三到四根漲停 一根 兩根 三根 這邊有一個黑棒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認為它轉弱了 隔天就是一個帶長紅 這就是你講的 我講的 弱勢股 你認為盤中轉弱了 隔天卻可能會漲停 光臨也是一樣 這個我就不再說了 現在變改名台亞 那楊智 楊智昨天殺的跟什麼一樣 很多人說結束了 結果今天反而盤中一度要攻漲停 看到沒有 要不是因為資金轉到連結 我認為今天很有可能把它鎖住 昨天就變成一個過高之後的空底 今天換手再上 Key的形態當中有一個戰車 兩紅包一黑 像這個兩紅包一黑有沒有 兩紅包一黑 好 這個重點就在於說 波段行進間還沒有走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連結 今天就是最標準的 在這個格局當中 任何人都可以說 這是一個行情準備結束了 對不對 電視最喜歡這樣講 但如果是我們金錢到了 忠實的觀眾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 過高之後隔一天什麼 空頭抵抗 這天是不是過高之後隔一天 就這一天 空頭抵抗很合理 把空頭抵抗越過 就變成換手再上 因為空底的這一根低點沒有被失手 你如果空底這一根出一根長黑 當然就轉折 像這一根 空底之後出現黑棒 你就下來了 你空底這一天隔天沒有出現黑棒 你就準備中繼再上 這很正常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行情 要用周K線去判斷行情結束了沒有 那我們再繼續看 因此光潔昨天也是非常標準 昨天不知道多少人說 剛做光潔結束了 因為光潔昨天帶一個大量 對不對 傳統的技術分析一定告訴你 高檔帶大量 漲多股必拉回 對不對 事實上證明胡說八道 今天再創新高 昨天是絕佳買一點 所以我們就再講一次 我們看到現在的機會點在哪裡 很簡單 站上一萬八了對不對 強勢股那根黑棒你要敢買 對不對 強勢股在殺的時候 要殺下來很可怕 那根黑棒你要敢買 這大原則講完了 我們在講股票 首先我們看看是立凱 早上是不是黑的 早上是黑的 現在你看是紅的 早上是黑的 對吧 早上是黑的 只是盤中又把它翻紅而已 盤 雖然還是跌 但K棒是紅色的 黑棒是紅色的 所以早盤如果買在極低點的人 其實今天看起來也沒有受傷 好 那這個長榮 既然講到長榮 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貨櫃三雄 這三檔股票 今天雖然說有一個小震盪 但是注意一下 他們月級別都是日出 對不對 他們月級別通通都是日出 月級別你如果都是日出的話 從現在開始 你從11月12月1月3個月去算 因為大盤是11月日出的嘛 所以這一輪的主帥 理論上來講 11月都會創一次新高 現在都是第二段 因為我剛剛跟我講 那些設備股 他11月都漲過 都漲過 我不騙你啦 真的啦 你不信你回去看帆軒 他們真的都第二根了 他們都是第二根 他們早在11月的時候 都發動過了 N字突破的概念是什麼 N字發動 拉回再上 這才叫N字嘛 現在的主帥都是11月漲過的股票 你不要以為現在的主帥 他什麼今天才被什麼台積電帶動 沒有這種事 11月漲過了 真的啦 不信你去看 所以他們才會變主帥 因為比大盤 你至少跟大盤要同步 11月月級別帶長紅 好 那我們看 所以這個日限級別 在什麼政大還沒有結束 強根弱不是看當天的漲幅 是看你的資金跳進去以後 還沒有30%對不對 舉例來講萬序 好 你第一段沒有做到對不對 N字拉回是不是準備第二段 沒錯吧 昨天在黑盤的時候你敢進場 一根漲停之後今天再跳空 是不是兩根了 這樣是不是20% 其實不只20% 你昨天其實有機會買到平盤以下 你進去以後有沒有機會30% 你這樣就20%了 這樣就20了 是不是20了 明天再開高 你少一個位置出掉三成 再換下一檔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中環 中環要跟迪士尼 他去跟迪士尼的接觸 NFT產品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全世界最有資格去做NFT的 內容的對不對 像什麼迪士尼 對不對 日本萬代卡普空 電亂劇場 或者是說就是這種東西他的 是 看一下 真的 對啊 還有一種是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一種就是說 那個人真實存在 比方說關公真的存在吧 橫山關會畫的關公 跟我們華人的關公 又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講遠了 我先把這講完時間不夠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中環 先看他跳幾根 他只要跳到三根以上的話 兩根就開了就不算數 三根以上才開 所謂的元宇宙再來一次 尤其是低價的 那萊德就跟著他看 三幅化我昨天講過了 投信買在這個地方 今天再創新高 對吧 好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你的資金進去了以後 還能夠佔三成 比方說你跟投信這天 投信進去 隔天晚他一天有三成 那我昨天有跟各位說 也跟三幅化一樣 半導體特用化學品 半導體等級沒話說吧 特化跟設備同一組的 當然上來 今天就是送分 正義就漲停 有啦 我昨天講的 我昨天跟各位宣告過了 這張股票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今天這樣做了 那我就第一個 我先恭喜你 因為這個線型 誰都認得出來 接下來就是 隱藏版的半導體 一個是設備 一個是特化 你絕對想不到我抓在哪邊 333快速搬 注意一下 年終圓夢壓寶 就從這樣開始 今天有一檔股票已經先攻了 已經先攻了 這個我跟你講還有買點 不要急 來 333 趕快布局第一檔 務必把握這個機會 收盤之前我帶你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